往那边走一走 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高楼 看见没 这边是有十几二十栋的 这样的凑个城鞋子楼 就是这个一两百米 两三百米 三四百米的 非常多 没想到贵州如今 也有这么好的这个CBD了 像我原来去看CBD的话 都是去的那一个新一线大城看的 一般的像那个武汉的 长沙的武汉那个还没有完全建好 还有这个重庆的 重庆的CBD我也去看了的 建得蛮好蛮震撼的 它这边我感觉也不输重庆那边 但是如果论经济体量的话 它这边与重庆的差距还蛮大的 你像重庆那边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2021年的GDP有两万多亿 两万七千还是两万八千左右 它这边只有这一个四千一百多 它这边看见没 这边也是有一些正在新建的 这一个玻璃木墙等着安装 放在这里 走进来看一看 注意到它CBD里面的这个情况 看一看 发展是相当的快啊 完全是从一片荒地 就几年就如今就这样高楼灵力了 大部分我看都已经建完了 这玻璃木墙 有的可能是这一个 用过来多的 我看这上面玻璃木墙好像都已经完成了 这可能就是用完剩余的 哎呦 这边的店铺也都没开啊 距离开放估计还得一两年 现在已经是收尾阶段的 相对于贵阳其他的地方来说 这里相对来说要冷清一点 一般的这个金融城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去逛重庆的那一个 武汉的那一个 都是这样的 金融城一般都是比较冷清的 都是很多这个白领就住在办公室里面办公 然后吃饭的时候很多人也不出来 他就在叫点外卖送上去 或者自己公司里友就在自己公司的餐厅里面吃 不像别的地方 这个人特别多 但是金融城里的人都比较有钱 你看他这个开的车 这边也是一片正在建的 他这个是一期商务项目 我估计很多人都想象不到这个贵州的这个 这个我估计很多人也都想象不到贵州的贵阳 还有这个如此大 如此好的这个 水壁地区吧 我就这样走在这个上海的街头 我感觉很多人也会信啊 真的是让人赞叹不已 赞叹不已 对